位在花蓮市综合市场内的花蓮县妇女会 以及花蓮荣家宿舍警铃之间的围墙 因为0206大地震而导致军裂 花蓮荣民之家主任方举请求县府能够协助修复 而在县长徐政卫县地会刊之后 也指示相关单位要协助荣民之家提报计划来修复围墙 位于综合市场内妇女会与荣家宿舍间的围墙 之前在0206大地震后有请县府做损坏鉴定 当时专业技师评估损害属轻微 县府建设处表示县府还留有相关损坏鉴定记录 近日县长徐政卫县地勘查后 允诺将会协助荣家提报计划至善款委员会 尽速解决问题 并同时指示重新铺设巷弄博游路以维护民众安全 107年2月6号地震之后两边围墙 然后前面的围墙 我们已经在107年立即修了 因为前面的围墙也倒塌 那现在就是两边虽然没有倒塌 但是已经形成规裂 然后陆陆续上面的空硬砖也一直脱落 所以跟互联会的话会有危险 所以在经费很拮据之下 所以我们才请县长来实际勘查 然后也希望县长给我们补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徐政卫与建设处长邓紫渝 华联农家副主任姚智烈等一行人现地会刊 华联农家副主任姚智烈表示 荣家宿舍新建于民国55年 屋林也有54年 0206大地震后 虽以修复前侧倒塌围墙 但妇女会与荣家宿舍兼围墙空心砖也因为受损 时间久了而脱落 由于荣家经费拮据 因此请求县府协助 记者长邦雁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